同学晚安 我们现在来复习复句 复句有八种 八种同学要小心的去分辨跟认识它们 前面四种可能比较容易辨识的 后面四种会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一个个来说 我们来到这里 联合是有两个或者以上表示 并列关系的分句组成的 也叫并列复句 那么它是平等并排的 不分先后的 前后句可以吊乱 它一般用到的关联词 有这些幼啊 也同时 但是也可以不用关联词的 比如说并列复句的例子 它们想的不是自己 而是班级的荣誉 不是而是 在这里就是它的关联词了 那我们来看 承接 承接是有几个分句 按照顺序表述连续发生的动作 或者情况 后一句在时间空间 事理上要接应前一句的 那么它就跟并列短语不一样 因为是由于前后相乘 它的次序是不能随于调换的 就是比如说AB句 那你不能变成BA 可是并列短语是可以的 它的关联词一般是这些 又还就变于是等等 那例子我们给的是 它上午接到通知后 便立即出去了 那你不能改成 它便立即出去了 上午接到通知后 不能这么想 那就是承接 那到递进 递进是两个句子 后面的分句比前面的意思更近一成的 那一般情况是由浅到重 由小到大 由浅到深 由易到难 由少到多等等等等 它的关联词一般是有更 并且甚至不止不淡而且等等 我们给的例子是 它不止身体强健 而且脑筋灵活 好 这是我们的递进的部分 那到转折 那转折呢 两个句子呢 后面的分句呢 它不是顺着前面的意思 而是跟前面相反或相对的 所以才叫转折嘛 对不对 那它的关联词呢 有虽然但是 虽然缺 尽管可是 等等 我们给的例子是 它失败了 却没有放弃奋斗的目标 这就是转折了 好 那选择的部分呢 那选择复句呢 是有两个或者是以上的分句 分别说出几种情况 那可以让我们呢 从中选择一种的 它的关联词呢 就是像是这一些 不是就是宁可 要么要不 要不怎么样 那我们给的例子呢 是它不是在美术室 就是在图书馆 所以你可以在其中一个地方 可以找到它 所以这是选择复句 好 那我们来看 假设复句 假设呢 是两个句子 前面分句呢 是假设一种情况 可是后面分句呢 是说明假设的情况 会导致的结果 所以呢 有一点点像是假设 然后是假设的结果 有一点点像因果 那可是这个是假设的 来它分成三种 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结果跟假设 假设呢 结果跟假设呢 是一致的 第二种呢 是结果 不会因为假设 实现而改变的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种 它结果跟假设是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再落选 也许这个人终身 就和政治分手了 如果落选呢 它就是这样 所以是一致的 它假设跟结果是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怎么说 即使它不来 我们还不知道它来不来 不过它不来的话呢 我们也这样开会 所以它不来 它来不来都不会影响 我们开会的 这一个形成的 所以有分成两种 它一般用的关联词呢 有如果假设 要不是即使 就算万一等等 这一些都是假设的 好 来我们看因果 因果呢 是两个句子 前面的分句呢 说明原因 后面的分句呢 说明结果 一般上是这样 前因后果 那么有两个 有两个差别 第一个呢 是说明因果关系 那第二个呢 是推论那个因果关系 就是未必是这样 不过我们推论 如果是这样 就是怎样 来 第二 A 由于电力不足 灯光暗淡 所以晚上几乎不能工作 这个就是因了 由于怎么样 然后果就是怎么样 那一般呢 它用的这个关联词呢 是因为所以 之所以是因为 由于或者是一致的 那第二种呢 推论因果关系呢 像是这一种 你既然知道学习很重要 就应该坚持下去 它有一点点假设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它是推论 可是呢 它其实是假设 可是是肯定的因果来的 那它的关联词呢 一般是用 寄然就 或者是 寄 那么 OK 这就是因果复句了 我们看最后一个 条件复句 条件复句呢 两个句子当中呢 前一个分句提出一个条件 后一个分句呢 说明在这种条件下 产生的结果 我们有分成三种 那第一种 表示特定条件的 比如说 只要用手摸摸书上的水果 就可以闻到香味 所以是特定条件 你只要怎样讲 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它用到的关联词呢 好比说 只要就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呢 是表示 唯一条件的 怎么说 唯一条件 除非下雨 才会暂停比赛 所以说 比赛一定会 照常进行 不管什么原因 除非下雨咯 这是唯一的条件 所以我们的关联词呢 我们除了 除非 在财或者还有只有财 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种呢 表示无条件的 无条件也算是条件附句哦 都需要注意的 那比如说 我无论去到哪里 都会记得你说的这番话 所以是没有条件的 就是不管 没有条件 所以一定要在哪里 是哪里都可以 然后所以它关联词呢 可以用无论 或是不管 不论 任凭都也 或是总是等等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附句 好 那我们讲完了 八种附句 同学呢 除了从句子的这个句义上呢 去判断它是哪一种附句呢 同学还有一个方法 也是必须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熟悉 这八种附句 各自的关联词 因为呢 往往呢 有时候句义呢 从句子的意思上来看呢 我们没有办法 呃 它会容易让我们分 呃 就是 它会容易让我们混淆 甚至让我们觉得 越想越复杂 然后越来想不到 到底是哪一个 越来越辨识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懂得辨识它的 这个关联词 是至关重要的 那老师呢 已经请 我们的干事名恩呢 已经把那个初二课本的 后面的那个 呃 关联词的那个表呢 呃 拍给我了 那我老师也已经放进课室 那我老师也会在复习 年尊考复习的 这一个环节里面 再次加给你们啊 那我先开给你们看看 呃 就是这个复具分类表啊 那如果你有初二课本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 那如果不要 你就看这个PDF 或者是把它打印出来 所以呢 这个表呢 非常好的哈 那呃 它有说明 这八种复具 然后呢 它的定义也会告诉你啊 然后它的关联词呢 呃 这个关联词 你一定要熟悉哦 没有说要背起来 不过也要熟悉 要熟悉这些关联词啊 那它这边会有简单的例子 所以呃 这个分 复具分类表呢 是非常好的哈 呃 那同学 呃 一定要多看几遍啊 这边提醒大家的哈 好 那我们这个复具的练习呢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